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城乡差异和整权使命等议题 君尔你好 江黄牧师你好 大家好 我跟君尔其实认识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面对面见过 本来以为今年可以见面的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至今都是透过线上 可不可以也请君尔简单的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 一些简单的 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 我在神学毕业过后呢 有曾经到中国做宣教士 住在香港 然后就在中国大陆里面跑动 好几年的时间 后来回来马来西亚 那么就有机会参与很多乡镇教会的服饰 那么也被很多长辈带着跟着他们学习服饰的过程里面 有机会参与一些马来西亚的基督教的组织和网络 目前是在马来西亚神学院的中文延伸课程 负负责副主任的这个工作 然后也参与在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 National Evangelical Christian Fellowship 中文部的委员 就是去联系许多中文教会的 然后也有机会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大马猜船宣教的这个促进会里面 有参与这个委员的服饰 还有一些基本上我在马来西亚可能就是一个大跑腿吧 就是也在西马华夫会这个委员会里面 因为很多长辈带着我 我都是帮长辈做司机 在长辈去开会 然后陪伴他们 然后就慢慢慢慢慢慢就帮人家拿公司包 然后我做司机慢慢慢慢在旁边学服饰的 大概大概是这样吧 哇君伦你好多的title 你今年几岁啊 我今年四十 应该是四十二吧 四十二 因为听完那么多title 可能想象的是一个六十几岁的长辈 所以你刚才一直讲长辈长辈的时候 想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想问你到底几岁 我跟很多长辈在一起相处 坦白说跟同年龄的人可能不是太多 我都是跟老人家 我都跟在老人家身边的 是 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你 那我们要下来谈一谈马来西亚教会的状况 可不可以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马来西亚教会现在的情况大概如何 我主要先谈华人教会吧 或者能够能够去走 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不同源流的教会 我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华人教会 华人教会到现在 我们去年开始严重爆发是应该在三月 我们是三月十八号去年2020开始全国封城 那时候的数据大概是200多300那样 每一天的确诊每一天的确诊200多人 那时候的冲击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所有的教会都不能够聚会 然后大家纷纷从实体聚会转去线上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比如说要怎么样进行直播 要怎么样进行这个线上 要用Zoom呢还是要用YouTube 那个技术性的讨论 然后也涉及比如说 可以不可以线上手生产等神学问题 然后在后来延伸去到 怎么样在这个疫情之下的牧羊 非常多的讨论 非常非常多 那走过了一年过来呢 我们间中差不多有一点像是这样 后来解封过后 去年六月到八月逐渐解封 然后后来十月又开始有另外一波 然后又局部封城 然后现在又回到来一月份 又正式有五个周数 或者超过以上有更多的周数 陆续更严重又完全封城这样 我发现教会都处在那个状况就是 大家都开始把所有的大型的聚会都取消了 因为根本这两年里面是不可能举办任何的东西 所以教会都在调整策略 从先想办法生存下来 比如说有些教会他所有的聚会都不能够进行 他甚至不能够收奉献 那么经济肯定会出现问题的 有些教会的每个月收入仅仅只能够维持 传到人的薪水还有那个租金 这样长期不能够聚会 的确会面对冲击 那有些教会发现 回来之后 回来尸体聚会之后 人数少了一半 找不回了 那就会有怎么叫都叫不来了 他也面对这些这样的问题 所以整体上来说 马来西亚教会大概有 我感觉上华人教会可能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相当的悲观 就是他们会感觉 大概这次过后疫情 大概教会很难走下去 或者教会的元气大伤 人数会剧减 经济能力会剧减 这是第一类 这个可能属于少部分 不过是实在有很多 我听到一些的牧者同工 有这样的回应 第二类是想办法生存 维持转型调整 这个是大部分 大家都在努力 可以看得出都纷纷在努力 然后第三类呢 我觉得是可以说蛮积极的 就是想办法在疫情之下 他不但是寻找出路 他是回应整个挑战 这些教会他可能当然也比较有条件 可是我想最重要的是那个想法观念 就是他能够及时找到到底现在需要做什么 到底现在的大趋势的需要是什么 然后想办法调整那个事工模式 然后及时去回应 不管是赠灾还是找到一些需要针对牧羊的对象都有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刚刚君尔你分 把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大概分成三类 第一个部分可能是比较悲观的 就觉得说大概撑不下去了 第二部分则是努力的维持 可能把过去尸体做的事情搬到线上来做 努力的在做以前我们做过的事情 就是把它搬到线上 可是第三部分有些教会 他开始去找那新的机会 上帝在这个处境当中做什么 他们可以如何参与 那我有两个想要追下去问的问题是 第一个 你看到哪一些机会 或哪一些教会 他们看到哪一些的机会 在疫情当中往前走 第二部分则是城乡的差距 我想等一下也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知道你过去几年跑遍了马来西亚 许许多多的教会 不只是大城市大教会 也包含在偏向的小教会 这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城乡的差距 好 先谈第一部分找寻找出路回应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一个救灾单位 就是威力工会旗下的这个救灾单位 简称MCRD Methodist Crisis Relief Department 他们在去年一直到现在非常努力 非常非常的努力 我还记得那个负责人 他去年三月刚好就是在封城之前 我们有机会见面聊聊 他说那一次见面就是他第一次在谈疫情 因为受到消息 那是武汉 他说 We know nothing about pandemic and COVID 就从那时候开始聊天 就从那时候开始聊起 一直走到今天 我看公公们都忙得疯了 每一天都在努力回应整个马来西亚各处的需要 各种的需要来赠灾 可是这一年走过来呢 其实是我看见那个成果很感恩 中派的网络 动员的力量 教会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公民组织 教会突然间就变成一个 他不定是教会中派里面的一个动员 他甚至可以夸中派 甚至可以夸宗教 对于整个社会的动员也是非常的大 因为众人看见 有人在做 他们就参与 结果最新的这个数据报告 他们告诉我 在一年里面 政府旗下的这个慈善部门 社会关系部门 有一个公布 就是如果现在在马来西亚里面要找 20大的这个慈善机构 马来西亚如果列出20大来呢 前面18个都是属于马来人 或者是政府有联系的关联 或者是穆斯林组织 当然因为在资源上人数上 他们是占大多数 这个是肯定的 可是第19个是慈善机 第20个就是 卫里公会的这个赠宅的单位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得了 这是政府公布的数据 短短可以凝聚的资源影响力盘盖方面 这是第一个 我想到教会怎么样在疫情当中 看见危机 寻找出路 然后组织动员 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方向 所以某种程度 教会因为这一次的危机 有一些教会他开始看到 他们不是只是要守城 而是看到灵社的需要 甚至借这个机会动员起来 组织起来 回应灵社的需要 甚至渐渐的超过 只是服侍会友 好像只是照顾弟兄姐妹 也去回顾在我们身边的灵社 甚至国家的其他的不同种族族群的人 这也让我想到 Christopher Wright 他在宣教中的上帝这本书里面 谈到整权的使命 他常讲到过去一个很大的争论是 道理整权使命当中 布道的角色是什么 布道到底是首要的还是什么 他说他其实不反对 布道应该是首要的 可是当我们把布道当作首要的时候 往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 既然他是首要的 其他都是次要的 也就是当资源有限 时间有限的时候 其他的都可以放下 唯独要做布道 可是 Christopher Wright 他提了一个概念 我觉得蛮好的 也呼应刚刚你的一些 分享跟观察就是 他说一个整权的使命 他可以从人的灵性需求 布道来切入 但也可以从物质需要切入 可以从社会层面来切入 他甚至用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离开埃及这个政治的权势 在旷野的旅途当中 供应他们物质的需求 在西乃山颁布律法 教导他们如何彼此生活 并且在当中去与他们相遇 使以色列人在灵性上 有一个更新跟复兴 所以 Christopher Wright就提到说 一个整权的使命 他一定需要包含布道 如果没有到布道 没有布道这一块 他就不是整权的 但是他不一定要 以布道作为起点 他可以是从物质的 可以是从社会性的 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切入 所以有点在回应刚刚 你讲到马来西亚 一些少数的教会 他们看到这样的机会往前走 是 其实现在开始越来越多 先从中派开始 可能中派比较有资源 然后再加上一些 教会组织的网络 也开始动用 可能是在区域性的 或者是局部性的 不过至少看见有个开始 这是很感恩的 是 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在这次观察 你发现 你有没有观察到城乡的差距 还是其实是差不多的 特别在疫情的回应上面 非常大的差距 非常非常大 到今天就是我们已经经过一年了 我本身走乡镇教会 大概都可能跑了十多二十年了 我都不断在学习去服事 因为我本身来自乡下 我的家乡是一个农村 是一个高原区 是完全生产农作物的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 所以都回到这些地方 乡下我会有很熟悉 很共鸣的感觉 而且也看见 因为自己来自这样的地方 知道那个缺乏 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比起城市可以凝聚的资源 乡镇的需要 是可以很大差距的 那个有的资源 比如说 我先说一些靠近的吧 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城市已经在讨论 要用Google Meet 还是用Zoom 还是要Broadcast 还是要买什么器材 或者是直播的那个镜头 这些都在讨论 可是乡下教会的长辈 教会的长老 去年才去买他 人生第一部的智能手机 而且是我们的同工 去替他买的 买了之后 才开始教他怎么样 用智能手机 他人生第一次 他之前还是有那个案件的 那种的 Nokia 3310的 OK 经典款式 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个差距多么远 他是完全 连网络也没有 因为乡下的 这个网速很糟糕 所以 他们的资源 比起我们 真的是相差太远 一旦发生这样的 封城啊 还是 有很多 卡着 不晓得怎么样 进行原有的东西 的时候呢 他们就真的是 措手不及 他完全不晓得 可以做些什么 是 有教会是 差不多一年 没有聚会了 那一年没有机会 还 还怎么样 维系 真的是 不简单 他连探访都 不敢出去 因为长辈 感染风险很高 而且他 教会可能很多 都是属于长辈 我们开玩笑 因为马来西亚政府 有一个规定 就是 70岁以上的 不应该来参加 这些宗教活动 或者是 社团活动 那有些教会 根本就 一般的人 或者大半的人 不用来了 这些乡镇就很多 因为他都是 老人家居多 所以 怎么样把城市的资源 凝聚了 再重新带回去 帮助乡镇教会 再透过乡镇教会 往他们的社区 开始产生影响 进军社区 这个是我过去 不断在努力学习 去探讨 去推动的 也许下一次 我们应该专门有一集 来谈城乡的问题 因为不只在马来西亚 包括在台湾 在很多的 世界的地区 城乡的差距 的确是很大的问题 那很多时候 大型教会 有资源的教会 也想要帮助 可是可能我们帮的 人就是以 自我中心的想法 是我们 觉得他们需要什么 然后要怎么帮 可是从乡镇的教会 会觉得 那不是我们需要的 或者是 所得到的资源 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反效果 是资源大的教会 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 也许我们应该 花一集来 再来好好聊这个 是 那 讲到这里 我也很想问 就是对你来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 你可以对全球的 华人教会 分享一个 你心中的热情 或者你心中很 迫切 想要分享的 你想要说什么 这个 因为 大概 我觉得很多 很多课题都很有需要 很多 比如说刚才 那个乡镇的需要 是我 我心中 一直都很希望 去 去推动的 因为我以前 在中国 做宣教士 也跑很多 农村教会 那个 那个教会的形式 跟我们一般 城市的教会形式 实在是 相差太远了 完全 基本上他甚至连 固定规律的聚会 都完全不可能有 他就是 很处在一种 很 我们觉得很没有 组织性 很松散 可是 别人可以这样 维持几十年 而且甚至他 也有所谓的 教会增长 所以 如果要谈 怎么样 去关注一些 很 很 很 我觉得很重要 或者是我心中 很 有很深的 那个感动的课题 其中一个就是 我想怎么样 把这个 我们手上 有的资源 回去服事 回去推动 关注 乡镇的需要 可是 这个课题 背后 又有一个 更大的课题 就是 怎么样成为 使命门徒 怎么样帮助教会 落实 他在 我们一谈宣教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想到 天涯海角 对 可是 怎么样在自己 本土 处境里面 关注自己 可以接触到群体 如果城市 可以帮助乡镇 或者城市里面 有其他的弱势群体 或者任何的 people's group 我们 二十多年前 刚刚出来 学习服事 那么 那时候 其实 第一次接触 宣教 就谈着 这个 十字四十字窗 1040 windows 然后 然后 people's group 那时候 也刚好 Rick Warren的 Purpose Driven Church 刚刚 非常非常的 大影响 我们都在学习着 这些的 这些功课 学着 这些的策略 可是 二十多年 走下来 我发现 其实 我们 可能 因为 十字四十字窗 是 Lausanne 二的 议题 可是 可能我们 很多华人 就会 连Lausanne 一 的阶段 我们都 还没有达到 我们都还在争论 要先社会服务 还是要 传福音 我们还在争论 到底要不要 踏出去 我们甚至还在 停论在 是不是社会福音 是不是心派 这些这样的争论 我们连 那一个 包袱 都还没有放下 可不可以 请你简单的 解释一下 因为我想 很多的听众 可能他 不太知道 洛桑福音运动 是什么 那洛桑一 跟洛桑二 的差别 在什么地方 或者是 刚刚你提到说 华人教会 可能连洛桑一 我们都还没有去消化 可不可以稍微的 unpack 让我们解释一下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想这个解释 可能要请你来解释 会更好 我说 因为 因为华福运动 就是洛桑运动的 一个产物 可以这么说 某个程度 某一个程度 洛桑运动 是我们思考 当时候 我们 在当年的 这个 神学议题的战争 这个到底是基耀派 还是新派 这些这样的争论 之后 我们怎样可以走 一个比较中庸的路线 我们怎样寻找 我们福音派的那个定位 新福音派要重新去思考 我们 特别是对普世的 这个使命 我们要怎样重新出发 而来探讨 以至有了这个洛桑的 福音宣教大会 那在当时候 最后的这个洛桑宣言 就由 这个John Stott牧师 来带领我们 做了一个大会的总结 就为我们奠定 到底 当然这个 可能不是很严谨的定义 不过 一般传统 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 谁是福音派 我们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的信仰 立场 我们的整个 整权的使命是什么 就从那边开始 从第一届 后来又到第二届 马尼拉 洛杉尔 到第三届 南非 都不断在回应着 国际局势的 那个发展 包括全球化 包括 整个人口的流动 包括 国际发生的议题 洛杉尔都一直 关注着 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 我想 我们 如果以洛杉尔 作为一个参考 是非常实切的 就是 因为他 给我们一些的方向 到底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宣教 我们的神学观 我们的整个教会 模式策略 应该往那里走 可是我想 我们 我们华人教会 还有很多 在这方面 很需要学习 很提升的 其实就像你讲的 洛杉尔福音运动 其实也开启了 40年前的 华福运动 那 其实背后 的一个 尊神就是 教会对于 世界的整权使命 是什么 道理是要 强调 一味的只是强调 改变社会 还是只是强调 灵魂得救 但是当我们在做 这些争论的时候 整个世界也经历了 两次大战 冷战 许许多的事情 全球的暖化 很多的议题在发生 那教会如何能够 不是只是看到 我们内部 所关注的 而是看到上帝 把我们所安置在的世界 那包括 我刚才提到的 Christopher Wright 他写的 宣教中的上帝 其实Christopher Wright 他就是John Stott 一手带出来的 也可以说在神学思想上 是John Stott 一个主要的传人 所以 刚才有提到说 其实你对华人教会 有很多想说的 那包括回到 这个 Lossanne的 一些精神 让我们看到 整权的使命 可不可以请你 稍微unpack一下 在你心中 整权的使命是什么 我最近也是在读着 这个Christopher Wright 这一本书 也在写 写着这方面的paper 整权的使命是什么 他大概要思考 另外一本书 是我最近在看的 就是那个 Timothy Keller的 那个教会成长学 他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方向 就是什么是福音 先定义什么是福音 而且那个福音不是这么窄的 福音是一个很大套的东西 福音是一个很广的 整个天国的观念 然后再思考什么是文化 到底世界的文化 不管是 当然它比较聚焦在城市的文化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文化 然后教会的福音 要怎么应对文化 有很多种方法 不管是早期的 尼布尔的五种模式 到后期 我不晓得Timothy Keller 是不是已经为我们开创了一个 新的一个概念了 他提出这四种模式 从来回应文化的 在不同的阶段 在不同的处境里面 有不同的选择 来去回应文化的 就是怎么样去apply 福音的那个面详 福音也包括 代人信主灵魂得救 包括门讯 福音也包括在转化社区 包括公益 包括行公益号联名 包括甚至可以影响 当地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都包括在这里 这个在这方面 Timothy Keller和Christopher Wright 都有不约儿童 或者包括很多的 全教学者 都有不约儿童的看法 然后当然第三 就是去到 这些都不能够停在纸上谈兵 他需要有很多 实际的教会策略 来行出来 而教会策略 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又需要分两个层面 有一些是 教会组织性的 一些策略 有一些是 生命机能 每个人自己 信徒生活 很organic 在社会里面的参与的 那一些的行动 所以就好像 教会组织 就好像比如说 马来西亚的卫理工会 教会的组织去做 那有机的可能是 卫理工会里面的 一个企业家 他看到社会的 某一个需要 他使用他企业的资源 他用他的创业 创业的方法 来开拓 来服侍这个社区 所以有分这两种 不同的参与 是是 所以对我来说 在这个过程 我自己在学习了解 学习观察 这些的理论基础 然后再看实际状况 可以怎么做的过程里面 我就看见 整权的使命 其实他不可能 有一个人 可以实践的出来 他是需要有 整个的交易群体 甚至有很多的交易群体 一起去把它实践出来 有些是透过 组织性的推动 一些事工 有些你不能称他 为一个事工 他就是一种生活 他就是他的生活 在每个家庭里面发生 在每一间公司里面发生 在每个社会参与里面发生 而这些所有的元素 把它涵盖起来 它就是一个整权的使命 只是当然 教会需要有 这方面的认知 否则 哪怕它发生了 教会都不会发现 也不会认同 是 谢谢君儿 我想在最后 也想要谈一谈前瞻 前瞻全球华人教会的未来 君儿你有什么 想要分享的吗 哇 前瞻啊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探讨 就是 当然乡镇的需要 我们说20年前 我们谈Purpose Driven Church 现在谈教会增长 我们很多华人教会 都是 别人在做什么 我们马上就回应 别人去韩国 我们都去韩国 祷告 别人搞 搞这个 这个启发课程 我们都搞启发课程 别人搞幸福教授 我们都搞幸福教授 都希望 有效的策略 都拿来用 是 可是其实 我想我们需要更多 思考 反思 到底那个需要是什么 可能先 今天到乡镇 他们才刚刚开始 学习谈Purpose Driven Church 他 你说 他落后了20年了 可是他的需要 他的整个社会阶段 还处在那边 就好像他刚刚买 第一部智能手机一样 同样的原理 所以我想 华人教会有需要 做更多的 很localized的 那个反思 而不是单单 不断的去 造草 拿来主义 而我自己本身 其实目前 有兴趣探讨的是 因为大趋势都是 教会增长 或者是各种的策略 这一些 其实我更加有兴趣探讨 是一些 比较小众的 比较小群 他是可能在很 后现代的 一个业态社会里面 没有 太多人去注意到 可是他是 肯定是一个需要的 比如说一种 很业态型的社会 比如说这一次 网络教会 是不是一种新的 一些业态型的社会 而在西方 更早期 有所谓的 新兴教会 这一些趋势 Briam McLaren 这一群的人 他们在探讨 这一种的 Networking Church instead of Organized Organization Church 他们在谈 Networking Church 甚至香港的刘堂 陈伟安博士 他们的那个群体 我们其实也想探讨 在各个不同的城市里面 其实可能这个趋势 是一个 我不敢说 它是一个必须的趋势 不过 它是一个肯定 必须探讨的群体 是 很有意思 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 刚刚我在跟一位 韩国的牧师通话 他就是在聊到 韩国教会的这个现象 越来越多年轻的一代 他们离开所谓 Megachurch大型教会 那在一些中小型的 这种实验型的群体 当然不能说 教会的未来 一定要长这个样子 但是的确好像 大家在找另外一条路 好像在这种 不断的追求 组织的壮大之余 大家也感到它的限制 跟它的让人 一种窒息感 年轻一代也在寻找 一个来表达福音 见证福音的 另类的模式 是 是 所以我 我其实 为什么要去探讨这个呢 一方面 刚才教会牧师有提到 特别是年轻一代 他们有这个需要 我自己接触很多年轻人 大专生 子轻 我们都感受到 我说我们的时候 我好像也当以为 自己很年轻 可是我在我的 好多的同工 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 我可以感受到 他们有这种 这样子的挣扎 是 可是 去探讨这个话题 是因为 之前我提那个 更大的那个话题 华人教会需要思考 他当下面对什么处境 我 因为 这些话题可能在 城市里面是很 很 很实际 可能去到乡镇就 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乡镇现在才刚刚开始 谈 purpose driven 可能 或者刚刚开始 可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需要很多的处境思考 是 今天非常谢谢 君尔传道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从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 也看到普世华人教会的一些 前面我们面对的挑战 跟一些方向 再次谢谢君尔 谢谢 谢谢 谢谢建华牧师 谢谢各位帮助的同工 谢谢大家 谢谢君尔 今天让我们更了解 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 下周我们的来宾 则是来自韩国的 谭安伟牧师 韩国教会在过去几十年 对全球的华人教会 与宣教运动 都有深远的影响 而在最近这十年 也经历严重的青年流失 在下周的节目中 让我们来听听 在韩国土生土长的 华裔牧师怎么说 我们又可以从 韩国教会的经验 学到哪些正面的功课 与借鉴 我们下周来好好聊聊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